四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公也长篇第十六章 子为子产 有君子之道誓焉 其行吉也公 其世上也敬 其养民 其使民也议 子为子产 有君子之道誓焉 这个孔子给子产讲 有君子之道 四种四方面 从前人都有名有字 六本人洋人无字 后汉书考译说 产者生也 木高约桥 有生长的意义 顾名桥 至职场 后人增加 人旁成为桥 就是我们看到华桥这个桥 如成成 至辞修 那么这个是过去 曾经担任副总统 成成 根据修辞 历其成 的成 来取这个名字 至于名必须有关系 这是教你们增长文学的尝试 那么这段话 写如老人 对我们讲文学尝试 这些我们也需要增长 特别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一方面 也是需要的 知道吧 古人 有名有字 外国人 他 就有名无字了 只有名而已 那现在的中国人 那么也是 只有名没有字 出家人还有 像 我的 内号叫悟道 外号叫新成 新成是字 悟道是名 现在出家人 还有名有字 就是讲 内号外号 其行己也公 其世上也敬 其养民也会 其使民也异 花明 蔡清四书蒙隐云 这个蔡清啊 住的四书蒙隐 里面讲 恭敬婚言 指公主荣 敬主事 公主要是指外表荣貌 这个态度 敬则说事情 敬则说事情 凡作事一失一分不果 而且百分之百 就是敬其事 若草草 便是不敬 这个是对事 我们叫 敬事 如果草草帅帅的 做事 那就是不敬了 如果一失一毫 都不苟且 而且是百分之百 来做 就是敬其事 金人办事 公家事不敬 私人事也不敬 公私都不敬 金人办事 就是现在的人 办事情 公家的事情 他没有认真办 自己私人的事情 也没有认真去做 也是马马虎虎 也不敬 公私都不敬 但是能办十分的人 又共高我们 便是无功 但是有的人 他办事 对这个事 办得十分的好 但是 他又显得自己 做得比别人好 这共高我们的心 又起来了 便是无功 他没有功 若单说功 则含尽 反之也是如此 敬中 即含尽 如果单单说功 没有说敬 一般我们讲 恭敬恭敬 如果单单说一个 恭 一个字 他就 含盖 敬 那反过来 也是如此 敬当中 即含尽 忠于是 你们办事要学敬 不要苟且 而且不可有 骄傲的容色 这些路老人 劝导大家 办事要学敬 不要苟且 不要马夫 而且不可有 骄傲的容色 学佛师货中 有慢 教在水混脑 教是水混脑 不得解脱 又家会移民 使民不受辛苦 这个 是君子知道了 这四条 大家可以学 上二纪自行 下二纪 挖他 这上面两纪 是自行 自己 自己修行 其行 己也公 其事上也敬 这个是 自行 其养民也会 其死民也义 这两句 下面两句是 化他 那这是 自行化他 所以 其路老人 劝大家 这四条 大家 可以来 好好 学习 学习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 好